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紧锣密鼓的进行评选 最后的得奖名单在今年的1月14号出炉了 那么原来我们是预定1月24号要有一个颁奖典礼 然后也会直播或是录影 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可能要另外找时间 那么得奖的朋友们请静候我们的通知 我们会尽快的找好的时间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颁奖的典礼 那么这次比赛我们分成两组 就是学生组跟社会组 我们很高兴 两组加起来将近有超过180篇 快200篇的作品 那么社会组呢 占大概一半多一点点 有98位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 在我旁边这位非常秀气的小姐 吴珍妮 吴小姐 她是桃园市教育局资讯 跟国际教育科的科长 是不是 那么你先跟我们的网友 say hello 打个招呼吧 院长好 然后各位三哥聊天室的网友们 大家好 那个你今天是我们第一炮 第一炮 而且是我们这次比赛的 社会组的特优 对不对 特优 恭喜你 谢谢你对我们这个活动比赛的捧场 谢谢院长 那个你要不要先跟我们网友分享一下 你是什么机缘知道这个比赛 为什么愿意花功夫写这个新的参加这个比赛 其实会知道这个比赛 大概就是在某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说我在搜寻一些相关要写计划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然后就有发现到这个比赛 有看到这个比赛 那看起来他就是到截止的还有一段时间 那我就想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让自己可以写心得 然后做分享 让自己有一些动能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机会 是 谢谢彭长 其实我自己看书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人家送我一本书买一本书来也好 我就放在办公桌上 有时间翻有时间翻 过一阵子 那本书看的动机就越来越低 然后那本书就看了三分之一或者一半 就没有把它看完 更不要去讲说还是写什么心得了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比赛 无形中是给你一个压力 就是说几月几号 已经要完成这个心得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逼人读书的方式 不好意思讲这个 我们合作单位 就是书香文教基金会 他们曾经在去年 2021年对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 说到底他们什么场合会去买书来看 因为我想那个珍妮 我叫你珍妮 没关系吧 没有问题的 珍妮我想你知道 现在我们人看书的习惯 其实越来越少 老实说现在外面出版业 非常的辛苦 因为人家现在不太买书 网路上面要看什么东西都很好找 要买本书来看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当然你今天的心得 是我们前一阵子曾经在 我们这边介绍过的就是 领导者的数位转型 等一下尾巴的时候 我再请你讲一下说 你对这本书的观察 我倒是要先跟我们网友还有珍妮请教 经常去看这种课本以外的这种读物 什么机会会就让你有时间看书 然后这本书也是老实说是不容易看的 你怎么会把它看完 你这个时间管理怎么做的呢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我阅读的东西还蛮广泛的 真的 对那我其实会去阅读 就是说我会希望说在每一次的阅读里面 可以从不一样的书籍里面 可以让自己成长一点 可以就是可以找到就是更好的自己 哇这句话我觉得是金句 那个看书 然后从书里面找到更好的自己 这个我觉得可以授权给书向文教基金会去用 这应该没有什么著作权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在书里面 因为我觉得在不一样的书 它其实会呈现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就是会透过这个 我通常会利用比较长时间 就是可能假日的时候 才会去做比较系统性的一个读书 所以像写心得的时候 大概都就是会用 例假日的时候 它会比较有系统性 然后比较能够有产出 就输出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想象中你 我们刚刚过完年嘛 过年期间你可能又看了很多书了 对 对因为时间相对比较长 所以可以读比较有系统上的一个书 早时间再来跟我们分享 是好 那你你的这个 你是看哪一方面的书 工作需要吗 还是休闲 还是各式各样的 我其实看书没有一定会看哪一个领域的书 那如果以这个这种数位科技的这种书 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一个需求 那因为资讯其实是一个 日新月异的一个环境 所以也只能透过不断的一个阅读 才有办法去吸收新的东西 才能够跟这个世界去做接轨 对所以就是说在针对这个部分 我不会让自己限制在一定读什么书 那这种数位科技的书也会看 那小说啦 绘本啦 我也都会去就是有一些接触这样子 小说跟绘本其实比较容易持续的看 像这种书就比较要有决心才能看 对所以需要设定目标 我开始的时候介绍你的背景 不是介绍你的工作 说你是资讯科的科长 资讯科国际教育科的科长 但是我忘了介绍你的背景 你的背景是台湾师范大学 科技应用跟人力资源的硕士 对 同时也是社会教育跟文化行政的硕士 所以我刚刚要想要讲的是说 其实你的背景不是资讯 对 那你现在在桃园市的教育局 担任资讯科的科长 对 所以我刚才才问你说 请教你说 你都挑什么样的书 那你其实已经回答得非常的 这个贴切 就是说其实必须时常的去提升自己 尤其在资讯方面的东西 日薰夜益 对 但是像你这样子 背景跟资讯不是很密切 可是又要能够了解 这个资讯的领域的进展 你觉得以你类似的背景 一些网友们来讲 怎么做才能够 像你一样可以跟得上时代 谢谢院长 其实我没有说很跟得上时代 只是觉得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一个资讯的一个东西 确实都是不断的一个 不断的一个进展 那如果说像这种非资讯专业的 我会觉得就是说 可能可以从一些科技新知 或是一些杂志 我们可以先做对这些科技 或者一些资讯类的一个东西 先做一些粗浅的一个了解 因为我想在这种图片精美 又比较浅显异懂的这些文字里面 我们可以去知道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可以让自己去想象说 这个可以怎么应用 这样子它算是一个入门 那当觉得这个东西有趣 或是觉得它有用的时候 你再去找相关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书籍来看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这么困难 就会觉得反而会有挖到越多保障的一个感觉 了解 就有点像让自己先不要有这种警戒心 这个东西好难 先看一些比较浅显的 甚至绘本 你刚才讲的绘本也好 或是杂志也好 那种就是深入浅出 一看就懂 然后有点感觉再来看比较专业的书 对 所以不是依旧可及 换句话就是这样 好这本书 就是你后来看了这本书 领导者的数位转型 我刚刚跟我们网友提醒 就是我们在几个月前曾经介绍过这本书 这本书是天下文化出版 Marco Yancinthi跟这个Karen La Honey 我不知道念的他们这英文名字对不对 两位写的 他们写的这个内容主要是说 数位转型不是要把公司 很生硬的转一个营运的形态 而是要去检讨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然后让自己的优势能够透过数位的工具或是环境 能够发挥的更好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 这关键就是领导者 你觉得领导者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或是心态 带领一个企业机关做数位转型 其实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说他里面谈到很多就是有成功做了数位转型的一个企业 然后也阐述了一些不同领导者 他一些他的一个领导特质 那我们相信每一个组织他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文化 所以领导者他必须要依照他的一个文化 跟他的一个整个一个组织的一个面向 去选择这个适合他组织的一个工具 那但是终整起来我们会看到这一些领导者 他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特质 包含他必须要有具有这个破坏愿景的能力 愿心 对 然后再来他要能够就是说愿意相信科技 然后选择他任何适合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工具 来协助这个公司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那同时我会觉得说这些领导者他还要一个特质 就是他能够去激励他的组织的一个成员 然后鼓励他们能够来做协作 对那这样子当他愿意去做的时候 来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跟管理 他就会比较能够因地质疑 就因应组织的一个状况 然后让组织做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数位转型 那么现在疫情很严重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数位转型最大的工程就是COVID-19 那你觉得COVID-19 对于学校来讲 你的这个心得里面有几个金句 我念一下给我们网友听 有一句话 有两句话其实我看了 心里面是非常有共鸣跟感触的 有一句话说 数位浪潮在步调缓慢的学校组织 多年来可以说是颇然不新 外面数位转型讲的 非常的流行潮流 可是学校里面好像大家并没有真的感觉到这个压力 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 学校是很多组织里面没有跟上客户的需求 可是不会被淘汰的 因为学校永远都会存在 这两句话我觉得你点出学校一个特色 一个特性不能讲特色 就是说它其实是所有组织里面变动 变动比较缓慢的 教育本来就不能变动太快 但在工具使用上面其实变动快一点 我觉得是应该的 那你觉得学校这几年 这两年了 因为COVID-19的关系 你觉得因为COVID-19 刚刚那句话说COVID-19是数位转型大工程 有发生在学校吗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在学校做数位化也很多年了 在行政上数位化很多年 那在这个教学上我们在谈这个 资讯融入教学也谈了很多年了 那就我来看 就是当然疫情的一个爆发 是我让我们的老师 更快的去熟悉这些数位工具的一个应用 然后转成线上教学 但是这个部分呢 如果就我来看 它终究还只是一个数位化 因为我觉得要谈到数位转型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希望就是说 它有一些工具的应用 所以资料治理资讯安全 也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重视的 那当然在整体上 这个疫情确实是一个催化剂 就是让大家能够正视这个数位工具 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 对那对我们的一个领导者 当然也是一个省思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学校 真的来做这所谓的一个数位的一个转型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奇迹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你 我觉得在我看你这个心得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很多金句 我在念三句金句给网友听 你现在在这个心得里面 写说这本书里面 你看完以后你觉得 如果把这个数位掌型套到学校去的话 校长是领导者 所以你说领导面是第一个关键的面 校长就是数位银河的北极星 大家知道说长海时代北极星最重要 给你方向 然后学校里面有行政面 行政面你这里写说是 苍公宇宙的探测器 最后的教学面 你说是无限学习的 哲哲群星 我觉得你平常一定看很多书 才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句子 你为什么最后在心得里面的 这个终结的部分 会把领导面 教学面跟行政面三个 能够觉得是三个重要的因素 而且又给它三个非常漂亮的句子 你把这三个面向的相互关系讲一下吧 对因为其实我们只来去看学校 是就是可以比较简单的来划分 当然校长一定就是这个学校的领导者 他不会去属于行政或教学 那接下来划分老师的部分 我们就会看到他是做行政或做教学 所以我在这个部分呢 就去把它做这个行政的一个领导 然后接下来就是分行政跟教学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会知道 学校要做这个数位转型 很重要的就是领导者嘛 那领导者我们也从书里面有一个启发 他就他一定要有 那校长他要当一个北极星 他就一定是要有这个能力 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化愿景 然后他要能够激励他的一个伙伴 然后来促成我们的行政 跟我们的教学面两方面 来做相互的一个对话跟协力 其实在实务上 我们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会 老师其实很热血 可是他要不到资源 那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行政 他争取很多资源 可是不是他想要或他需要的 那无形之中也会造成了一些资源的一个浪费 所以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当你学校要去做这个数位转型的时候 老师很重要 我们的校长更重要 他一定要有科技领导的一个能力 然后促成他们的一个对话 然后给予新的一个工具 一个新的一个动能 因为这样子呢 才有办法教导我们这些未来 他要面对他不可之一个未来的这些孩子们 给他一些新的一些概念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 学校要能够动起来 然后能够有一些新的一个动能 然后提供给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数位转型 才会是一个比较符合 他学校组织不会做成太大变动 然后能够顺利转化成一个 新型组织的一个奇迹这样子 了解了解 其实在一个企业里面 领导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数位转型的技术面 通常会来自于资讯单位 但是只靠资讯单位不够 所以业务单位要一起配合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有一位台积电的退休的高级首长 台积电大家都知道说 做智慧制造世界一流 那智慧制造里面很多制造那些 那个其实资讯单位不见得懂 是制造面的问题 所以我那位退休的台积电的高级首长说 其实他们就是让资讯单位 去各个制造单位 多接触 甚至调动工作 他们去了解说 这个制造单位 那个制造单位 他每天面临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他再回到资讯单位来 去做这智慧制造 就能够切合这些的需求 所以现在台积电在智慧制造 所谓工业4.0能够做到世界一流 比Intel还要好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刚刚讲的其实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说你觉得教育面 老师有的时候要的资源要不到 行政面有的时候要到的资源不是老师要的 所以你应该是让教育面 教学面跟行政面要对话 但这两边要对话是谁的责任 校长的责任 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得到我们这个阅读科技比赛的首奖 不是没有道理的 谢谢 你这个背后的逻辑 跟我们台积电成功的逻辑是非常非常相近 所以在这边一方面 谢谢你参加我们比赛捧场 二方面恭喜你得到我们的首奖 谢谢院长 然后我觉得你的东西真的很有内容 我们今天拿你来当我们的第一炮 是希望我们网友能感觉到说真的 我们现在这个比赛里面找出来的朋友 跟找出来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分享 好 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跟我们网友说拜拜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网友 拜拜 各位网友 大家觉得今天节目还精彩吗 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多多分享出去哦 也要记得把影片下方的订阅键按下去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才会有最近的上片通知 想更了解我们的朋友 可以按赞我们粉丝团 追踪我们的IG 订阅SUNK的LINE社群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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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